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为什么有尖牙 出手 放开我 才被标记 不 我才是主人啊 大字要不要 你听我这是ologists 这些女性的声音 那我听说什么 这是我听说 它的声音 这些声音 不唱歌 我们的情感 这次来 也会鼻子 我本来让你们来 我们的情感 为了解 我们是 封锻 When you are going to die Sophia在街中回来 Forget the weakness and the world They'll never let me Do you want me to die 我要站起遮住难过 总是误解背叛终生 舍弃那些可笑伪装 假如世界还有希望 不要站起遮住难过 总是误解背叛终生 随怀离悔的强中生 假如世界遮住死亡 我和你共享 主人 人家还要 尊贵的主人 请继续为你忠诚的眷属 凌郎雨 进行施恩仪式吧 托你的福 吸了血后 我的脑子清醒了些 虽然你只是个普通纯血 挥灭为其难 收下来 谢谢主人 你已经标记了奴家 奴家也想得到主人的名分 眷属血纹 古老的家族 是喜欢做这种 附庸风雅的事 别抱 现在情况特殊 血纹就给你刻上吧 原来这就是成为强者眷属的感觉 谢谢主人 女子现在离不开你了 主人怎么会在个这么弱小的壳子里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 是我僭越了 我需要休息和消化 剩下的事情交给本体 她是另一个我 也是你忠诚的对象 明白吗 是 主人 对外就先称 我是你的眷属 明白 那就 先这样吧 主人睡着的样子也好可爱啊 可以干两个不同性格的主人 真是太幸福了 这个主人没有记忆 又不能吓到她 要怎么做比较好呢 想到了 我 头好痛啊 小眷属 恭喜你被选中了 可以开始施恩了吗 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 你躲什么呀 小甜心 我先告辞 门 门 门怎么打不开啊 小折折 别碰我 别碰我 嗯 你要拒绝我 他算宁死不从 我 让我变成傀儡 我宁可死 你错咯 你错咯 当比你强大的人 成为你心灵的主人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会不自觉地捕摸他 亲吻他 暖俗他 你先别急着反抗了 我有一个提议 啊 来了 车队到了 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是琳琅与小姐眷属 首次亮相的现场直播 哇 哇 纯雪贵族的眷属 都是从七大王庭的 附庸人类家族中选出 也是稳固统治的手段 我倒要看看 这人类到底是谁 他不是眷属家族的人 太普通了吧 不要垂头丧气的了 只有假扮我的眷属 你才能活命 突然成了重视之地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好久不见 琳琅雨 替我向琪玉伯爵问好 谢谢您的邀请 和对家父的问候 欲言公爵 这个小子 气血万亿 是刚接受过仪式的表现 与其主人同样味道和波长的能量 他真的是琳琅雨 小卷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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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盯上了 很多人不满我选择了你 毕竟你很弱 看那边 血族眷鼠要对你出手呢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能怎么办 如果你能解决他们 我就教你异能 怎么样 异能 在这边 我们把你拯着 一步 一步 小卷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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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